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路透社》日前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 上海政府近日已设定目标 要求市委幹部、学校等组织 在4月20日以前实现清零 阻止疫情继续传播 并开始恢复正常生活 同时一份上海市寶山区委书记 曾结的发言备份稿中显示 上级要求负责防控的官员需加快病毒检测 将阳性病患转移至方仓医院等隔离中心 曾结强调 这是军令 无肚价还价余地 我们只能咬牙关 争取胜利 也可以说 这是一场全面进攻 是扭转疫情走势的最后一战 我们只能贏 不能输 曾结还表示 随着公众焦虑和糧食供应压力的增加 上海的形势已到了关键时刻 据陆媒报道 不止宝山区 普陀区16号也召开新冠肺炎疫情社会免清零动员会 随汇区政府召开社会免清零攻坚行动动员会 誓言全面清零 从江区同日发出公告 称现在是向社会免清零 发起全面总攻的最后时刻 凤然区也发出 关于一鼓作气打赢疫情 防控攻坚战的窗户 由于刺身灾害严重 以及上上下下的一致反对 外界研判事实上上海清零已经坚持不住了 上海疫情严峻 封城超过半个月 导致民院沸腾 正在上海督道防疫的中共副总理孙春兰 以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日前接受党媒采访时 均强调是按习近平的要求做的 似乎齐齐凹窩給习近平 3月底上海執行烟阳封城后 北京当局对上海进行了干预 习近平强调 中国绝对不能放松冠状病毒的措施 必须坚持消除疫情的措施 随后中共副总理孙春兰 港府上海传达习近平的命令 4月15日 孙春兰在中共官媒央视 新闻联播中说 我们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从全国调集了近50名医务工作者 以及核酸检测的力量 早日实现社会免清零的目标指日可待 李强随后也出镜说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 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动态清零 总方针不动摇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核社执行主席 陈恢德分析说 因为习近平要坚持动态清零政策 李强和孙春兰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明星并不好 而且引起了很大的反弹 他们两位潜在地要撇清一下自己的关系 责任不在他们本人 是在更高层上 是在习近平身上 市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 中共的政治特点就是不透明 虽然以前习近平也曾经说过 对于防疫 他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但是具体到什么程度 外界难以猜测 这次孙春兰和李强在央视的发言 彻底曝光了习近平在上海防疫问题上 幕后总指挥的角色定位 孙春兰更是点明 这个是从外地调医户入户这类动作 都是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在做 有分析认为 习近平私道创造中国疫情可清零的奇迹 炫耀中共制度的优越性 市政观察人士黄克分析表示 习近平将动态清零当成了他的一大政绩 作为他三连任的筹码 所以党内必须绝对服从他 这也说明中共二十大给习近平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不能容许任何人挑战 日前二十大人士调整中的黑马人物 习近平的贴身被书面纱被揭 同时中共军委要害机构也神秘换人 4月14日 中共官方宣布成立了第19届亚运会 和第4届亚蚕运会的工作领导小组 据存是从零下调入中央的孙兆讯 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的身份 卫列小组成员之一 据海外大外宣多维网报道 孙兆讯极可能在2019年12月 韩立平离开中办秘书局后顺势调任 并在近期升任中办副主任 同时继续兼奖秘书局 据悉中共核心部门中办目前拥有一政四负 习近平亲信丁舌祥为主任 四名副手分别是常务副主任曼长峰 袁胡锦涛办公室主任陈世巨 兼任中办调研室主任的唐芳玉 以及这次离新的孙兆讯 报道指出中办秘书局虽然仅是一个政厅级单位 由于处于中南海办公宗书 属于中共核心部门 中办主任力离被称为大内总管 掌握、政令、上传下达、高层领导人重要、 港话和沟通等核心机密 地位极为重要 报道指出丁舌祥2017年 西新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继续兼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似乎有不妥 外界认为 报道似乎暗示 大内总管的职务已有接班人选 由于中共一些关键部门的人士任免 很少正式对外公布 因此外界只能从官方相关活动中捕捉信息 陆媒报道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局长 近期也再次换人 由现任南京军区 某司司长曹清风接替原作战局局长贾建成 但官方没有公布贾建成卸任时间 据悉 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军改 在2015年11月成立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成为中共军事指挥的要害机构 作战局更是该机构的核心部门之一 有分析指出 今年是中共高层的缓届之年 习近平一方面要进一步捉路、枪杆子、掌控局面 另一方面要持续震慑政治对手 人士部署成为重中之重 前中共军官分析 习近日赴三亚的主要目的 是考察阿隆湾核潜艇基地 乌俄战争大级中共的启示就是 必须使用核武器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六位重量级议员访问团周四 飞抵台湾 进行为期一天一夜的旋风式访问 日行人周五上午爆会了台湾总统蔡英文 台湾自由时报报道 本次访台的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 共和党首席议员葛瑞姆表示 看到乌克兰所发生的一切真是痛心疾首 美国人民彻底了解台湾有多重要 他认为中国必须对其在全球行径 和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付出代价 是时候让中国付出更大的代价了 俄乌战争激战震含 台湾海峡是否正走向另一场危机 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 4月15日在直播节目中分析说 两大信号显示中共正在加紧战争的军事准备 一是最近有大批战术核弹头 被运进火箭军第63基地的核武庫 二是广东福建等都是该基地的管核范围 姚成说 俄乌战争给中共的启示就是 必须用核武器 用常规武器根本不是美日甚至台湾的对手 第二个信号是习近平的三亚恒 中共90%有战斗力的战略导弹 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 都在阿龙湾核潜艇基地 姚成认为这才是习近平真正的目的 中共不希望俄国倒下 认为这样一来西方就会立即围攻中共 因为中共是俄国入侵的帮凶 而现在西方 特别是美国已经将中共作为最大威胁 但是俄罗斯倒下就是个时间问题 中共不会再以代弊 目前正在做准备 它说准备打仗 这次真的要打仗 但是中共的打仗是防御性的 它在武力犯台方面根本没有任何准备 大部分艦艇都还在南海 未到台海 它也知道打台湾打不了 它现在要做的准备 是在美国围着去的时候好防卫 南海防卫已经是退到西沙 西沙以南已经不管了 俄罗斯黑海艦队旗艦莫斯科号 在上周沉没黑海以来 儘管基辅和莫斯科对于沉没原因说法不一 但是有分析认为 这将成为一个里程碑色的历史事件 俄罗斯国防部上周称莫斯科号巡洋艦上的弹药 意外起火导致爆炸 该军舰被拖回港口途中 因为暴风雨造成倾斜而沉没黑海 而乌克兰则说 该国研发的海环星巡航导弹成功击中了莫斯科号 事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 莫斯科号沉没的结果 首先是对俄军士气的重创 我认为莫斯科号被击沉 将成为俄军在第二阶段战争中的一个巨大象征 就是尽管俄军看起来很强大 但是乌克兰已经拥有了可以一剑封喉的能力 这一艘军舰被命名为莫斯科号 这个名称巨大的象征意义 对普京来说不仅是军事上 更是政治上的重大打击 是对俄罗斯整个国家威信层面上的一种毁灭式打击 俄国将大踏步向着一个外强中央的大号朝鲜加速迈进 第二 从战争爆发一开始 乌克兰就不断展现出非常强行的精确打击能力 这个背后当然是因为获得了美国和北约的大量情报和技术支持 莫斯科号被击沉再次证明了一个军事专家们的结论 这次战争是一次代差战争 基于情报和战场感知的精确打击 可以获得以弱性强 以小博大的战争效果 普京总是希望依靠自己庞大的铁甲洪流就可以掌握一切 恐怕最终会被证明只是一厢情愿 莫斯科号的沉没是一个拐点 它基本上是标志着普京将最终输掉这场战争 自媒体人江峰认为 它意味着冷战时期火力围黄时代的彻底结束 新的网络高科技时代 系统工程整合时代的到来 这会不会成为克里姆林宫升级军事行动的刺激点 江峰认为是有可能的 他们都明白常规武器的对抗已经无希望了 甚至有可能升级为生化武器 和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超限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